大家好,有花友咨询,我们在养兰花的时候,能不能用这个尿素来给兰花作为这个花肥来使用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尿素它是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蛋元素 它是一种非常好用的一种蛋肥 那么它当然是可以给兰花使用的 但是呢,我们在用尿素给兰花使用的时候,大家要注意好这几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尿素呢,它是纯蛋肥 它里面呢,领甲含量呢,这些都是缺失的 所以我们用的次数不能够过多,过多容易导致蜘蛛土长 我们基本上在它的生长期啊,用大概一到两次左右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时间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在秋季啊,也就是兰花进行花芽分化期这个阶段呢 是不建议大家用尿素的 要用尿素最好就是选择在春季它长新芽阶段 这个时候新芽生长非常快,需要的蛋肥比较多 我们可以给它适量的用一到两次左右就可以了 而且浓度不能够过高,最好就是稀释1000倍左右再来使用 使用尿素的同时,如果大家担心你的这个兰花会出现土长的话 可以加一点这个棉刷新芽,给它混在一起再来喷湿 这样的话呢,蛋铃甲都不缺失,又能够促进你这个新芽的生长 当然呢,在这里的话,我就比较建议大家的最好就是用这种兰科专用的有精芽液 更适合蓝花来生长,它的营养比例呢,对于蓝花来说是最为合适的 所以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尿素,到底能不能够蓝花使用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,我们下期见